從二局下半到九局下半 這麼多格可以慢慢的追 在這個半局的守民打者朱玉嫻 第一球就出棒 在左邊方向非常高的飛球 衝天炮 教練堂根本就不用講了 但是他們已經養成習慣了 這就是信念的地方 雖然包出來 但是我們永遠得不到第二個聯盟 三支安打 手感正 所以最多 主打來講 還是有一定的壓制效果 聲光的效果 然後氣氛 動作變成現在非常的安靜 兩好兩壞 另外一種光景 好好那打了 媽 有喔 中外野手的前面落地了 後拉 雖然內角的第一球 打得相當的漂亮 其實這一球真的是打超讚 幾乎可以算是無法攻擊的一塊 被拘育了 還是被竹哥給掃出了安打 今天SASAKI 被打第三支安打 三支都是一人 四局下半就是由朱玉璇的安打 剛才看第二任投手陳天翔也是左頭 那現在騰鋼貝玉 但是這位投手的姿秀 出手的 出手角度是比剛才的投手要低的 對 這投手沒有很好打 哇這個手長得特別好 你可以看到他當他從手 變化球打在相反方向的左外野 在界內嗎 至少是有防守機會的 在界外取得一點點 又被清田給結殺出去 今天的這飛球 這就是他向前提出的 出手 對 出手